四月里就想要出 活动工艺大使中信兄弟求新 陈伯豪来福利 担任代言人带领唐宝宝出场 展示中秋礼盒 新奇特别的体验 让唐宝宝很兴奋笑得很开心 唐诗证基金会日前举行中秋礼盒 越来越爱你发布会 今年以九宫格的包装 有牵师的方式主打平安 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 采购唐宝宝用心制作的礼盒 度过月圆人团圆 越来越爱你的中秋佳节 希望呼吁说 我们兄弟像的兄弟迷 还有我们很多的运动迷 其实都可以跟兄弟像 一样来支持唐诗证基金会 也来购买爱不啰嗦的一个礼盒 让我们整个一个服务 不会因为疫情的关系而有所中断 想要呼吁民众可以来帮忙他们 唐诗证宝就是来 因为中秋节快到了 然后可以帮忙他们就是做一些公益活动 然后唐诗证基金会的中秋礼盒 也希望大家可以来一起购买 看到这些现场这些唐诗证宝宝们 美丽的笑容 可爱的笑容 然后看到他们就是为了做这些肥皂 都很努力不懈 永不放弃的去做 这样感到很感动 然后也是很开心 就是当他看到他们的笑容的时候 就是完全很放松 然后也就是觉得说 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台路市社会局副局长 立法委员市议员 及各大企业单位代表 一起站出来力挺喊口号 其中木下居精品家具总监 现场直接认购200盒礼盒 送爱给唐宝宝 及心智障碍者弱势家庭 给他们温暖 我们出一点力量 然后出一点钱 然后可以让 让所有的贫困的小朋友 一样有过节的气氛 希望用我微博的影响力 然后去影响到更多的人 2020中秋松爱送团圆 《越来越爱你礼盒》 上市记者会上 唐市政基金会董事长呼吁 希望大家购买他们的中秋礼盒 除了送礼外 更是肯定唐宝宝们 精心呵护完成的中秋礼盒